原标题 此人用125发子弹 干掉110个敌人 晚年看到电视剧时 被气得破口大骂 唯一位真正的神枪手 不仅仅需要你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还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要敢于在战场上面沉着冷静 保护自己躲避危险 只要你拥有这些要素 你便是一位神枪手 而神枪手的名号 似乎是给未来国准备的 他曾经是中华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神枪手 曾经用125发子弹 打死了110位敌人 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不仅如此 他还带领着一个连的人打败了一个团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领军的才能 就因为他的这种才能 曾经让毛主席连连夸赞 仿佛每一位非常伟大的人 都是出生于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中 而未来国也不利 他出生于一个普通 而又十分贫穷的家庭里面 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干不了重火 下不了地 所以基本上他们一家的生活都指望他一个人了 在他青年时期 他的父母被日本军队的人打死了 然后未来国便带着恨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营里面 他曾经因为枪击的准头不行 放好了一位敌人 然后他就非常的气愤 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练习自己的枪法的准确度 他曾经被安排参加了统一的射击训练 这个训练使他自己的枪法瞄准度更加的提升了 未来国曾经在二战时期打败过敌军 但是当时的敌军用的都是非常先进的武器 都非常的厉害 而当时他收到的命令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领地不要被侵略 然后他就开始了抗争 他的战场上面非常的沉着冷静 他很巧妙地利用了敌人填充炮弹的功夫来开抢 在一个小时中 他竟然击杀了四十多名敌人 在这一战中他的名声开始变得非常的响亮 这也就是他的成名指战了 在这场战争中有人说他有一双盈眼因为盈眼都比较准 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哪有人天生就这么强的 还不 是因为后期的努力才造就了现在的功劳 就算有再好的技术 没有勇气也是不行的 他曾经在两次战争中的表现被许多人崇拜 有人曾经问他说怎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神枪手 他说不是所有人天生都是神枪手的 你不仅需要多样的知识储备 还要有沉着冷静的头脑 当你不打敌人的时候 敌人是不可能不打你的 但如果你要打敌人的话 你就不要怕敌人打你 其实就算只学会打枪的手法和瞄准不准确也不行 为什么那么多人的枪法那么好 却还是打不死很多人呢 原因就是他不冷静 当未来国退休的时候 他比较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而且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一般都会演抗战时期的事情 而且还会神化他们 一开始当他看的时候还会非常的想念 当时打仗时候的场景 但是后来因为抗日神剧太多的原因 他越看越气 然后就不看了 2014年5月 这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疾病的折磨下 在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陪伴下 走完了一生 想年90岁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